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來 ㄎㄧㄤ一聲 開宗明義 還是要講 不要迷信 不要太怪力亂神 等一下講的 請供各位參考 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啦 不問蒼生 問鬼神 還是要注意個點啦 因為台灣在今年20年的景氣 要注意 上半年不會太好 如果把台灣從中間切過去 20年的經濟狀況 大概景七號可能要到農曆的六月份 農曆六月份 大概陽曆的話 七月份看看吧 因為最近上半年 國曆的一到六月台灣不會太好 會flatuation 會波動 因為這個是大國政治 博弈之下的沒有辦法 這個叫做蝴蝶效應 因為現在中美兩國在博弈 博弈就是這樣子嘛 挑tango嘛 你前進我後退 那我後退你前進 反之你要前進我後退 一進一退 其實tango的過程當中是在探索 對方真正的意圖 那台灣剛好處在這種大國之下 你知道嗎 很辛苦 所以整個狀況要明朗 一定要等到下半年 大概第三季 第一個第三季大概美國也會 應該是會降息啦 應該會降息啦 那如果降息的話 應該通膨有控制 那這個時候經過半年 現在要半年嘛 半年後應該大陸的經濟狀況 會稍微的 稍微的軟著陸啦 因為大陸現在地方債 跟政府的債務 已經高達14兆人民幣 還有一些什麼碧桂園啦 融創恒大 也大概快4億4兆 4兆 大概可能還有18兆的債務要稍微處理啦 那就再半年就處理啦 來 這個兔啊 這隻兔子是這樣看啦 你在農曆 二月份 走的硬是不錯 筆尖 那你這一個兔子要知道 你整年在二、四年當中走的是正財 十二生肖當中 老五兔子 今年你的財的表現不會太差 我再講一遍 老師你說我會發 為什麼不會發 啊 你就沒辦法 你是怎麼發 聽到齁 當八字 再跟你講 你這個生肖會發 一則以洗 一則以憂 洗的是 你發了 會發 憂是 你有沒有那個能力 如果你今天專業能力不夠強悍 你其實是屬老虎 你其實是屬兔子 你其實每個月的流月很好 戳的籤很好 沒有用 如果你平常還算一個人才 只是有時候時應不計 命運多船啦 鳳桃易老 離廣南風 這個時候你碰到老虎兔子 然後你屬生肖老虎兔子 又碰到農曆二月份 然後碰到二四這一年 一定發 所以有時候命準不準 你要自己稍微做一個檢討 那你就書讀得很好 你書讀得很好 長得一表人才 口落銜河 蛇燦蓮花 對不對 蛇讚群雄 長得又像攀安 柳夏會之之 學歷又好 專業能力又強 如果又數老虎數兔子 今年不好來找我 所以有時候命準不準 我真的很難跟各位解釋 因為 灰天而灰犀牛 有的根本就是灰豬 你就一頭豬 然後想要飛天 對啦 有一種理論叫 飛豬理論啦 什麼豬只要站到對的地方都會飛 我跟你說啦 現在沒這種機會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資訊公開嘛 以前是很好做生意賺錢 為什麼 買低賣高賺差價 現在什麼東西 電腦一打價格就出來 你賺什麼 鼠兔是這樣子啦 你今年走正財 農曆二分走的是筆尖 那這個財跟筆尖 站在一起跟你透露一個訊息 外出經商創業一定成功 那這一隻 這個正財在跟你講 灰的黑的不錯 因為他是正財 也在跟你講 如果你是在打工性質的 不是當老闆的 灰的黑的不錯 白的也算相當穩定 白的本來就是拿薪水啦 齁 那因為你在農曆二分走的是筆尖 一般來講 我喜歡這樣看啦 每一個八字的結構下來 一定有分黑的嘛 灰的白的 一般來講 白的人比較適合碰到那種正觀 欺煞 正觀 正觀就是安分守己 照著制度來走 就很好 齁 那財方面就是正財 那正財當中還有分 像有的人在八大行業 藝次元空間 灰色黑色 他只是拿個薪水而已 一般來講也不會太差 一般來講不會太差 來 你在農曆 農曆二月份 陽曆是3月10號到4月8號 3月10號到4月8號 你這個月的舒適程度 37% 也不是太高喔 大概兩天一天 蹦恰恰蹦恰 蹦恰 蹦很好 恰恰不好 蹦很好 恰恰不好 你也可以說蹦蕰咪 蹦蕰咪 隨便你去弄啦 反正我就是三個音節給你嘛 蹦好蹦好 蹦恰恰 蹦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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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看 先把那個六集日 把它講一講 來 你4月份有2天 8號 5號 3月份有4天 27號 24號 15號 12號 那你的六兄日 在4月份來 有2天 7號跟2號 3月份 23號 18號 17號 14號 六集六兄講完 現在開始要來抽一個籤啦 因為喔 今年比較特殊 今年整個景氣的結構來講 很多變數 所以各位今年在投資上 我知道很多人在從事股票 加密貨幣各方面的投資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注意升息 你看那個美金定存都快接近5% 是不是 那如果你有那個很聰明的眼光 然後你用美金去定存5% 然後 又匯差又賺一下兩頭賺 不過這個要有相當強大的心臟 像日幣現在 現在已經是怎麼樣 一塊可以換5塊日幣 對不對 換100萬日幣 大概不到20萬 20萬多 台幣 所以應該有錢趕快去換日幣 聽說日幣現在很便宜 相當便宜 日幣便宜 東京西部亞 那個房地產聽說很便宜 所以各位有空的話 腳伸長一點 因為便宜 因為日幣 日幣一扁 它的出口會很好 觀光會很興盛 所以亞洲貨幣會跟著連扁 因為你生生看 你生下來不得了 所以 幣子就是這樣子 好來 來看看屬兔的 來 現在屬兔的男生 要知道農曆二月份的運勢 來 現在第一五手 借老師之手 第一五口 借老師之口 有人還在問 老師你為什麼講第一不講天堂 老天 除名啊 天堂除名 第一掛號 人間除極 除極 哎呀實在是真的 君之第一來 殷之第一世 對不對 來 來 兔南 哎呀 這一隻是什麼 這一隻要注意啊 他在睡睡 這一隻掛 叫做 折水 睡 困 這個困掛不好 在疫經上有所謂四大難掛 砍掛 困掛 簡掛 都不好 那你這個困已經被困在一個地方 那如果你是男生 這隻告給男生 你要注意喔 男生來 如果你要講事業 升遷 你的官路公 奴仆公 這一個點的話 這一個點的話 一般來講西南方不錯 西南方 是你的官路公奴仆公 顏色黃色 那如果說 老師啊 那我的財在哪裡 這隻掛 跑出來的掛很奇怪 這隻掛像的 掛在南方 顏色紅色 操作不一樣啊 升官發財 有的是發財再升官 有的是先升官後發財 為什麼要發財再升官 因為你一定要有X的錢 拿去做這種Social 你知道嗎 Social 你沒辦法就是不升 齁 有時候升官不升官 掌官你的上司 就是一念堅 有沒有 你如果讓他對你念念不忘 愛不釋手 我每次講這一句 你們都認為在講難你不是 你如果讓你的主管 讓你的上司 對你念念不忘 愛不釋手 你看 那個小張子在這裡 我根本就不用這樣操心 只要小張子在這裡 事情全部擺平 就是這樣 不是講難你之間啦 念念不忘 愛不釋手 已經跟你講 那這個困掛 你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凶 但是凶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疾 有一個疾的地方 西方會有一個貴人 會出來幫你 這隻掛嚴格來講 先凶後疾 看起來好像不行 四面楚歌 齁 你知道嗎 但是圍成必缺 四面楚歌把你圍起來 你就跟他拼了啊 對不對 毛起頭也跟你死拼 所以古代在打仗 圍成必缺 他把你圍起來 要開一個門口 然後故意講 我們在那裡 最薄羅 讓你從那裡逃 古代在打仗 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攻城掠地 不是消滅所有的人嗎 他留一個圍成必缺 留一個缺口讓你走 我就佔了你的城啊 這個是戰略 齁 可是你們現在看的電影 都是戰鬥 把敵人消滅 消滅以後就佔領土地 那如果可以佔領土地 你不要損失自己的軍隊 消不消滅敵人不是重點啊 為什麼 為什麼叫上兵伐魔 這個叫 不戰而屈人之兵 懂不懂 四面楚歌 不好 圍成必缺 很好 圍成必缺很好 來 現在講講 吐女 老師啊 我是女生 我要跟男生一樣 我要知道我的事業 我要知道我的感情 我要知道我的錢 我沒有意見 看掛怎麼給 如果天要講 我就講 不講我也沒辦法 唉 我也不是 我要講什麼就講什麼 不好 我也是受制於人 OK 來 吐女 吐女啊 要知道農曆二月份的運勢 就是陽曆三月十號到四月八號 來 現在地益五手 借老師之手 地益五口 借老師之口 有戒有煩 在戒不難 來 女生 兔女 唉呀 這支什麼瓜 innocent 這支瓜在講什麼 天雷無妄 無妄 無妄在跟你講什麼 不要妄動 無妄之災 無妄之急 這支瓜在哪 女生你要注意 無妄之災 在講什麼 獲戚之牛 行人得之 易人之災 一個男生拉一頭牛 結果想要去小便 把那個牛綁在路上 旁邊樹旁邊 結果尿完出來 牛給人家牽走 給人家順手牽牛 古代沒有順手牽羊 因為古代的羊是一群羊 牛都是一隻 他順手牽牛 結果這一個村莊的人 罵了半死 因為大家靠這個牛跟蹤 那這支瓜在跟你講 來 女生注意看 你要注意看這個格局 如果你要講這支瓜的桃花 表面上他跟你講 FREEZ 不要動 美國警察看到你 都說 FREEZ 結冰 你不要動 你動要開槍 你不要看 美國的狗 在美國人生活當中 好像自己的家庭一樣 但是那個狗要咬警察 警察是可以開槍 打死狗 我先跟你講 那你這支瓜再跟你講 這個天雷無望 這支瓜 比較偏向桃花 所以你這支桃花在哪裡 在西方 西方 你桃花的顏色白色 花系列的話 白色的香水百合 這支比較講感情 所以如果你是屬兔女生 感情相當有說 老師我不要 老師我不要桃花 我要錢 我要money 好 這個money的話 在西南方 顏色是黃色 超多不一樣 已經跟你講了 顏色上來講 它那個方位不會變 但是每隔天它會微調 跟你講一下微調 一樣 我們今天就 屬兔就講到這裡 還是這樣子 各位不要太迷信 命 有命的論述 各位如果要生活過好一點 還是要不斷的增加自己 被人家利用 應用 使用價值 尤其現在才正業初八 農曆還在正業份 各位應該稍微規劃一下人生 只要你願意開始 就不會太遲 never to old to learn 不要說 老師我一把年紀還學什麼 你要注意喔 你現在不學 以後只會更加痛苦 你現在學 我不能保證你以後不痛苦 但是我可以確定 你以後比較不會那麼痛苦 沒辦法啊 人生就是這樣子啊 早知道不要來 可是你來了你怎麼辦 人生就是不斷的在那邊拼搏 你知道嗎 你高不高興它都在進化 你高興地球在進化 你不高興它在進化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很注意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老師視頻 按讚分享 加入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新的視頻上機會通知各位 好新的一年 祝各位賺的盆滿鋪滿 祝各位幸福美滿 平安喜樂 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美滿喔 好 拜拜 拜拜